2015年2月28日晚上,刚刚生完孩子,仅仅5天的产妇,回家不过3天时间,却突然在家中昏迷,身为医生的丈夫,一边紧急抢救,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。 只是谁都没想到,即便是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治,产妇在被送到医院后没多久就不治身亡了。 得知产妇病情,最难以置信的就是产妇的娘家人。 当时家属不仅怀疑产妇急剧恶化的病情,还怀疑治疗不够及时。 为了找到真相,家属们只能报警处理。 没想到警方接警后,最先怀疑的不是医院的医术有问题,而是怀疑产妇的医生丈夫。 究竟产妇为何离奇死亡? 丈夫为何成为警方第一嫌疑人呢? 离奇去世的背后,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? 2015年2月28日傍晚,魏自强按照日常习惯,晚饭后在小区楼下溜弯了三四十分钟, 一想到妻子带着孩子一个人在家,就赶紧往回走。 回家后,魏自强跟妻子李晨打招呼,却发现李晨没有回应。 察觉异常的魏自强赶紧冲进卧室查看, 却发现李晨躺在床上,脸色白的异常。 作为医生的魏自强也吓了一跳,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给妻子急救,然后拨打急救电话。 在等待救护车的三十分钟里,魏自强觉得杜苗如年。 手上的动作根本不敢停下来, 等到医生们来的时候,魏自强满头大汗, 但李晨却依旧是维持着似有若无的微弱呼吸。 赶来救援的医护人员也火速动起来,将李晨送往医院抢救。 尽管医生们对李晨进行了全力的抢救, 但是李晨病情发展得特别迅猛,还是没能抢救过来。 对于这个结果,着急忙慌赶来医院的李晨父母, 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 在他们看来,自己的女儿仅仅生产完五天时间, 生孩子这么大的难题都度过了, 怎么到了坐月子还会突然昏迷猝死? 因为一个个谜团萦绕在家属们的心头, 李晨父母悲痛欲绝,为了弄清真相, 李晨的父母只能选择报警, 让警方介入寻找一个真相。 只是谁都没想到, 警方接到报警履清线索后, 却觉得最有嫌疑的是参与抢救的丈夫魏自强。 究竟魏自强做了什么? 为何成为警方怀疑的重点? 魏自强在把妻子送入医院后, 又是什么反应呢? 福建产后五天, 女子李晨在家中突发昏迷去世, 丈夫魏自强拼尽全力抢救, 结果李晨还是在医院被宣布离世的噩耗, 谁知, 众人还没来得及安慰失去妻子的魏自强, 警方却将视线全部聚焦到了魏自强身上, 究竟魏自强做了什么? 为何成为警方重点怀疑对象呢? 2015年2月28日, 莆田立城区一位名叫李晨的产妇, 产后五天突然昏迷, 尽管及时抢救, 被送到医院后还是被医生宣告死亡, 沉浸在悲伤中的家人, 觉得李晨的死因充满了谜团, 为了调查清楚真相, 李晨的父母只能选择报警处理, 由于李晨被送医治前, 丈夫魏自强一直在李晨旁边, 于是警方第一个问话的就是魏自强, 尤其是得知魏自强是医生后, 警方觉得更加的可疑, 面对警方疑惑的眼神, 魏自强一直强调, 出事前我下楼去溜弯了, 小区不少人都看见了, 回去发现他晕过去, 我就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, 也采取了急救措施, 他到医院的时候还有呼吸, 听到魏自强的自白, 警方依旧没有减轻对他的怀疑, 由于当时还没有有力的证据, 警方也只能问讯, 并没办法对魏自强实施抓捕, 而接下来负责办案的民警, 在得到李晨的尸检报告后, 还是被吓了一跳, 尤其是李晨去世前身体的血糖含量这一栏, 法医说, 李晨的真正死亡原因, 是因为体内血糖含量过低, 导致了休克, 而且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, 才会抢救无效死亡的, 而法医公布的数据, 也是令人难以置信, 李晨体内检测的血糖含量只有可怜的0.6摩尔, 这个数字直接让法医直呼不可能, 原因非常的简单,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, 血糖含量约为3.8到6.2左右, 低于2摩尔的情况, 只能说明一点, 那就是李晨生前曾经过量注射胰岛素, 却没有服用适当的生糖食物, 导致血糖急剧下降, 引发了休克, 巧合的是, 法医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, 那就是李晨体内确实检测到, 在离世前不久, 刚刚注射完胰岛素, 由于魏自强本身就是医生, 对于医学知识有着庞大的储备量, 会不会就是魏自强给李晨注射了过量的胰岛素呢?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, 警方决定再次找到魏自强问询, 没想到魏自强人坚征发了, 当时魏自强的消失给人的感觉只有一个, 那就是魏自强在心虚, 魏自强究竟在心虚什么? 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, 肯定跟妻子李晨脱不开关系, 福建产后五天, 女子李晨在家中突发昏迷去世, 丈夫魏自强拼尽全力抢救, 结果李晨还是在医院被宣布离世的噩耗, 谁知岳父母报警后, 女婿魏自强却突然人间争发了, 究竟魏自强去了哪? 她跟李晨突然昏迷, 又有什么关系呢? 2015年2月, 莆田立城区产后五天, 孕妇李晨突然昏迷死亡, 警方进入调查室, 却发现, 参与抢救的丈夫魏自强突然人间争发了, 因为魏自强的嫌疑还没排除, 警方只能对魏自强进行了追捕, 一开始, 警方觉得魏自强肯定是逃往了老家, 可是当警方追到魏自强老家后, 却被眼前的一切吓了一跳, 一个工作稳定的医生收入十分的可观, 但魏自强70多岁的老母亲, 却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老家, 尽管魏自强没有回老家, 警方却对魏自强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, 这一调查, 反而加深了警方对魏自强的怀疑, 魏自强其实原生家庭十分贫寒, 从小是靠着父亲上山采药换钱, 才交得起学费, 因为家庭的贫寒也导致魏自强十分要强, 从小学习成绩优异, 如愿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, 对于未来充满幻想的魏自强, 毕业时却被分配到了一家县级医院实习, 这个分配远远低于魏自强的心理逾期, 在魏自强看来, 以自己的能力完全能够到一个省医院就职, 这样不仅更加的体面, 社会地位更高, 而且晋升机会也更多, 可没钱没事的魏自强, 即便是心生不满, 也只能暂时留在医院实习, 在实习期间, 魏自强曾经在父母的撮合下, 认识了一个农村姑娘, 两人结婚后, 魏自强就发现, 两人根本聊不到一起, 尤其是同期的医生们, 一个个获得晋升机会后, 魏自强对于现状十分不满, 于是就打算到大城市投简历, 可是这个想法, 却被妻子及时阻止, 在妻子看来, 魏自强现在的工作很不错, 技能顾驾也不算太辛苦, 如果重新投简历找工作, 势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, 因为观念不同, 魏自强选择跟妻子离婚, 魏自强离开原本的县城医院后, 就到莆田重新找工作, 很是幸运的, 成为了莆田市一家医院的医生, 刚刚就职不久, 就遇到了医药代表李晨, 两人一拍集合, 在一起没多久, 就决定领证结婚, 组建自己的小家庭, 本以为有了一个大城市出身的妻子, 魏自强就能知足, 其实恰恰相反, 自从两人结婚后, 努力了十年时间, 都没能有个孩子, 因为孩子的问题, 两人没少吵架, 再好的感情, 也因为吵架变淡了, 好不容易在2014年, 也就是结婚11年的时候, 李晨发现怀孕了, 一开始魏自强很开心, 期待着孩子的降生, 但是随着女儿降生, 李晨却不乐意了, 尽管做了十多年的医生, 但李晨十分的保守, 特别的喜欢男孩, 也不喜欢女孩, 那么问题来了, 就算是李晨生了女儿, 也不至于让魏自强对李晨产生了杀意啊, 究竟魏自强为何要对李晨下手? 其实原因很简单, 那就是来到大城市后, 魏自强自以为发展的机会更多, 自己能够快速得到晋升, 结果恰恰相反, 大城市机会多, 但竞争也越发的激烈, 不甘心的魏自强, 再次萌生了跳级到更大城市发展的想法, 可是李晨却比魏自强清醒很多, 在李晨看来, 换个环境未必有现在稳定, 而且从零开始, 不管是人际关系, 还是晋升之路, 也未必就比现在的医院好到哪里去, 既然这样, 为什么还要冒险到别的城市, 谋求一个魏之术的发展机会呢? 因为心理落差非常的大, 魏自强觉得李晨目光短浅, 再加上李晨又生了一个女孩, 两者凑到一起, 直接让魏自强萌生了杀意, 更可怕的是, 魏自强所谓的人间蒸发, 并不是射部的自己被抓后, 自己的母亲没人管, 而是为了处理自己作案的工具, 而魏自强的小心思, 很快就被警方发现, 从魏自强的住处, 警方找到了魏自强藏匿的胰岛素注射瓶, 眼看着证据确凿, 魏自强也终于不在嘴硬, 很快就交代了自己利用医学知识杀妻的真相, 其实魏自强在谋杀了妻子李晨后就已经后悔了, 但是却从没想过要真的救活李晨, 更没有想过自己才出生五天的女儿, 一切真相大白后, 警方拘捕了魏自强, 当然等待魏自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, 作为一个医生, 不想着治病救人, 反而用专业对自己的妻子下手, 对于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丈夫, 等待魏自强的将是死刑, 为了自己的贪欲, 害死了妻子, 到头来自己也将受到惩罚, 这样的结局大家怎么看呢?